大家早上好,我是大海,咱们又见面了哈 今天外面是零下27度 看看这个每家每户的烟通啊,它都在冒烟 其实早上起来,五点钟钟,开始把这个炉子给点着 昨天晚上,它们一直烧到十二点钟 往里倒一桶煤,一直到早上五点钟,再开始继续烧 基本上这个东西在炉子里啊,这个火就不断了 一会儿啊,我让大家看一个神奇的东西啊 这个神奇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当地的楼房里面都有火墙火炕 看见那个烟通吗,正在冒烟,我拉近大家看一下啊 看见这个楼房了吗,这个楼房啊,一共是四层楼 四层楼啊,一共是八家 我拉一面是四家,我拉四家 我拉四家,我拉四家屋里面统一就一个烟通往外去冒烟 我一会儿啊,领大家 上那个楼里,这个楼房屋里面去看看啊 它这个火墙火炕,这个楼房里面是什么样的 它这个取暖系统到底是什么样的 这是在这个中国啊,也是非常那个罕见的一个地方啊 因为特殊的环境,完了你造就出当地老百姓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 我先去吃个饭啊,吃完饭以后呢,咱们一起进去看看 吃三个蒜菜馅一碗粥 吃三个蒜菜馅一碗粥 好香啊 刚才吃饭花了七块钱,三个包子一碗粥 咱们现在去看这个楼里的火墙和火炕啊 看这个流浪狗 它在咬这个掏垃圾的 这个掏垃圾的 把它吃的东西给掏了 我下车了,咱们进来啊 哎,看这门这哈气 边上全是爽啊,看见了吗 看见了吧 多冷 进来看看啊 哎,你给家呢 这炉子现在还用的吗 用的 嗯 看见了吗 嗯,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炉子 就是东北最冷寒冷地区的一个炉子 嗯 看看,看这里面什么样的 可以抠,抠开 那我知道 就看一下里面 嗯 大点 看见了吧 这里面,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它叫什么呢 叫叫炉壁子啊 所谓的炉壁子 就是把这个木材放到上面烧 烧完之灰呢 就从这个壁子里面落到底下了 是不是啊 它落到底底下吧 它那意思说掏灰煮的好掏 是不是啊 对 看看这底下 底下都是灰 这个底下就是掏灰 嗯 看见,看见灰了吗 看,看见灰了吧 这就是楼房这个屋里面这个,这个炉子 完了这个吧 这个属于是火,是火墙了 因为它这个炉子嘛 这里是热的哈 热,终于烧 这个烟通 烧完了以后这个烟呢 就从这边它往上走了 那,那个,还有炕吗 这屋是不是啊 还有炕 没有炕 你把这炕给扒了 我们家没扒,没打炕 啊,原来这屋这个炕嘛 它是在这个位置哈 这个屋 对,之前这屋吧 是一个炕 就是从这个屋过来以后呢 有一个炕 像这个 像这个楼房那个取暖费 一年是多少钱呢 一年一千 一千八百多 一年是一千八 一千八的话 不还要烧炉子吗 这木材是能烧多少钱呢 木材 木材 也得一个五六百块钱 这一年五六百 这个烧这个炉 这个炉的目的地就是 不是 不是 就我说意思说 就烧这个炉子的意思 就是为了做饭是吧 对,为了做饭 对,就是为了做饭 省电 也是为了省点电哈 省电又省煤气 省电又省煤气 对对对 所谓的取暖费一年一千八百百块钱呢 就是说这个暖气 就是激起更暖的 完了单独吧 还有一个炉子 这个炉子呢 是带着火墙 还有炕 这个墙呢就是火墙 看这火墙了吧 这个就火墙 完了烟通 就那么走 完了这个是炉子 完了正常来讲 我刚才去那屋还有个火炕 刚才那个房东他说了 他家一年取暖费啊 是一千八百块钱 完了烧木材呢 一年烧有五六百块钱 这个楼房啊 他这个主要是靠这个集体供暖 这个烧木材呢就是为了做饭 就是自己做饭什么 这么的能省点电 完了还有省那个一花气的钱 嗯 烧木材它是比较便宜嘛 这个木材啊 在我们当地呢 一米是一百三十块钱 但是有很多老百姓啊 那个他们可以上山自己去砍材去 所以说这个 这个木材他就不花钱 所以说感觉啊 就是比电呢 比燃气呢省不少钱 嗯这个木材啊 刚从山上拉下来的时候呢 是一棵树 让大家看一下吧 就是像这样一棵树 是个圆的 然后呢 给它锯成 因为他家 大家刚才看了一下 那个炉子了吧 那个那个炉毙子 它有多长 就把这个木材呢 锯成有多长 你还不能锯太长了 你锯太长吧 这个炉子就塞不进去了 知道吧 一家一个 那个炉子是一个样 所以说锯木材的时候呢 都把尺寸量好了 然后这个木材 按它炉毙子的长度 完了给它锯出来 锯完了以后呢 这是第一道那工序 大家看一下吧 第一道工序 就是一个树 第二道工序呢 是从中间给它劈开 劈开的目击剂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刚开始这个树啊 放完了以后呢 它是新鲜的 里面含水分 从中间再劈开以后吧 让它风干一下 干得快一点 就是变成这样了 从中间给它劈开 看见了吗 这是已经瓣了 这是一个圆的嘛 是不是 瓣开了 瓣开了以后吧 完了从中间再给它劈开 就是这种瓣了以后吧 就然后给它 就螺在一起 经过一下天的时间呢 就像这种情况 它就晒干了 完了烧火之前呢 还得再劈一下吧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看看下一步是怎么劈的 大家看一下了啊 这个木材给它立起来 拿大斧子从中间一劈 劈成什么样呢 劈成那种非常小的 为大家演示一下啊 好 这个木材这种 好 哇 好 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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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吗 就劈成这么大块 完了放入里面点火就可以了 把那些木材劈劈完了以后 全部码在这块 我家这些木材 找好够烧的一冬天 这一冬天是8个月 这些木材 主要是让它引火做饭 剩下呢 再往炉里面再加煤 看看全是这么大的 披上这么大块 各位就你们说 在这个东北寒冷地区生活 你们说容易吗 你们有想来体验的吗 看我家院里已经全是雪了 咱们下期再见啊 对了 我要下期让大家看一下啥呢 看一下这个东北这个平房啊 它是怎么取暖的 咱们再来看一下 下期再见啊 我们下期再见啊 谢谢大家